1到67頁全部抓下來 全部抓下來就是類似像這樣 把它改成叫P次 所以待會怎麼改 如果要改的話 第一個 你就可以把原來這一段程式 當然把它當範本 直接把它複製 Ctrl C 然後貼到底下 然後前面加兩個字 叫P次 那意思這個是抓一頁 那這個是抓67頁 所以這個前面再加一個P次 OK 那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好抓到 這個1到67 OK 所以這邊就是要把它先delete掉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改一下 所以第一個改哪個地方 這個地方inded page等於1到67 所以 第一步請你在那個 這個程式 第2行的地方 寫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是什麼 4i 當然我要1到67 4i等於1到67 我知道說這67頁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那接下來呢 你把WITH到EnterWITH這一段程式 把它移動到 4NAS裡面 為什麼 因為 我希望呢 它是在這個回圈裡面 被改變 那一般會放進來就按個TAP鍵 選取按TAP 為什麼 因為它在這個回圈裡面 被執行 我是強烈建議各位要養成那個 階層的 這種習慣 把它下一切 那我們主要是inded page 等於多少 有沒有 等於i啦 i你要把它 放到等號後面的話 你不能直接就 放一個i 因為把它放進去i 變一個文字 那你應該 用的方法跟我們前面講的一樣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也就是把這個i串在 什麼 串在這個字串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字串 一個文字有沒有 的中間 OK 那這個中間一樣 把and的符號 前後再加空白 這樣子呢 它就知道說 你要下載 那下載的話呢 這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這邊把它改1 我剛剛把它改成183 改回來 但是呢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它一執行 它就會先放在a1 然後呢下一頁呢 還是放a1 可是它其實不是把它覆蓋喔 它會怎麼做 它好像會直接怎麼樣 按F8好了 租行跑 它第一頁先下來 有沒有 那第二頁還是放a1的話呢 它其實會把它擠到右邊去 所以你會發現喔 原來的第1頁在這邊 那第2頁就放這邊 那如果再擠過來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又把它擠過去 所以第3頁放哪裡 其實第3頁呢 它又放這邊了 所以這個是第3頁 那第1頁就會又被擠到右邊去 一直擠過去啦 OK 那它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OK的話 也可以啦 反正你就是先沖下來 然後你再去 分泌把它切開來 這倒也沒有不行啦 就是說方不方便 好不好而已 不過我發現這樣好像不OK 為什麼 這樣把它處理不方便 因為它變成不是分在 同一欄 有沒有 你會發現日期好幾個 那我要怎麼把它集中在一起 所以這個顯然就不OK 所以我先把這邊 先選取 Delete掉 好那把它恢復好了 那如果我要 讓它變成我想要的那個樣子的話 那勢必喔 需要把什麼呢 把A 這個E有沒有 改成那個什麼 改成 就是向下追蹤的 但問題來了 你如果第一次向下追蹤 那會變1048576 所以你不能說 我通通都向下追蹤 不是 只有 第一次不向下追蹤 其他 都向下追蹤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 寫出這樣的邏輯 所以只要有一個邏輯的話 你就要想到 那個邏輯 所以 一樣 FOR回憶下面寫一個邏輯 那個邏輯後來想一個方法 如果 那我要怎麼判斷說 它是第一次下載資料 怎麼判斷 I等於E 也可以 For I等於E 這樣也是一個邏輯 不過我之前想到的方法 這樣 我直覺是看到什麼 如果這個A1裡面是空的 也就是它沒有放任何東西 的話 那表示它 是第一次下載 完全沒有 但你剛剛講的也可以 For I等於E 其實也可以 不過可以再亂亂看 那我想到說 如果當那個Range A1裡面 沒有放任何東西的話 那表示說呢 它應該是第一次下載 等於空的 這樣比較直覺 然後 然後呢 打一個else else是反思 再打一個endif 也就是說一個是true 如果是A1的話 如果是這樣呢 那我的執行什麼 那就是R 這個變數 等於1 R指的是哪一列 那反思的話呢 那就是R 等於向下追蹤 那向下追蹤還記得吧 Range 有沒有 從哪裡追蹤呢 我從A1開始向下追蹤 點end end 然後前刮弧 向下追蹤的話 sl down 後刮弧 點Row 那追蹤到那個位置 的下一列 加1 好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比如說呢 我只想91啦 91的下一個 92 OK 加1 再來就是把這個e 改成什麼 改成R 那因為他剛好 他的右邊 就是雙以後 所以還記得吧 這邊你可以把e delete掉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R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把它串在這邊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已經把乘字寫出來了 OK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一個回圈 就是哪一頁到哪一頁 再加上第一次 第一次我想到的邏輯 剛剛同學提到那個i等於1 其實應該也可以試試看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不過可能我直接想到是這樣 那我就先用這樣 那我們按F8 弄弄看好了 當他第一次 那裡面是不是空的 4 4的話 R等於1 然後就跳這個邏輯 所以他這邊的話就是放A1 有沒有 A跟1串在一起 然後就幫我把第一頁下載了 OK好 那第二次的話呢 A1 裡面是不是空的啊 因為他裡面有日期 所以你會發現他等於False 那等於False就不會跑下面 而是跑Ls 所以他會跑這裡 那他就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下來之後的話 這個應該91 91加了1之後 把 這個結果放到R 所以應該是92啦 R應該是變92 所以R92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一樣 IndexPage等於2 然後下載到 A的 92列的位置 OK 我把它先 感受向下 他就幫我把 資料放在這邊 OK 有了 有沒有 那以此類推 所以我就讓他全部跑完好了 全部跑 好 那你會發現 他就 一直跑到67 那資料就全部 通通當落下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Ctrl向下 有沒有 6088列 這個就是我們網頁上面的所有資料 OK 剩下來的 其實就好解決 剩下來的話就是 怎麼樣呢 他幾個問題 就是有一些多餘的東西啦 其實我們日期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才對啦 但我其實我覺得 日期 先暫時不要處理好了 因為 反正我們主要是 中獎號碼加特別號 有取得就好了 日期我想年的部分 所以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是 我游標先放在特別號 然後讓他排序一下 那排序的話我 這邊記得 有標題 就這個喔 然後呢 按照A到Z來排序好了 OK 讓他 按照那個 A到Z幫我排一下 所以A到Z排一下 那你會發現 再把他背注這個地方 Ctrl向下 你會發現 底下的東西 就全部是什麼 不要的 所以喔 這個後來我 我把它重新排序 我會發現 這樣好像蠻快的 就是按照那個特別號來排序 有沒有 然後排完序之後背注 Ctrl向下 剛好 這個以下的列 就是全部不要的 當然呢你也可以 想想看 後面的那個VBA 也可以自己把它寫出來 也就是最後 除了說可以批次下載之外 也可以把 不要的東西刪掉 這些都可以刪掉 好有沒有 這樣子就留這些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 中獎 號碼 他因為是 分在什麼 同一個儲存格裡面 中間加豆點 可是問題你這樣拿來 康乙甫是不OK的 因為康乙甫一定是 從一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我需要 把這六個號碼分開來 分在1到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背注這邊 改成1好了 Ctrl鍵按住 這樣又拉 6個號碼 有沒有 那我就把這些號碼 剖開來 按照 豆點 剖開來 放到這邊來 那剖開來的方法 記得 游標先放在 B2 Ctrl-ship向下 記得跟他講說 我要剖這裡喔 然後 找到資料裡面的資料 剖析 跟他講說 按照 風格符號 逗點 下一步 找逗點 剖開來的 下一步 那幫我剖開來之後 放哪裡 放在 D2就可以了 他剖開來 六個號碼 完成 他可能有格式 沒有 他這個應該是格式問題 你看我就把這個格式 這個範圍按右鍵出生 把它選起來之後 把它的格式怎麼樣 改成那個 通用就可以了 因為他好像 這邊好像裡面有 有 有那個改到日期 所以這樣的話OK了 然後這一欄就可以把它刪掉 那剩下1到6 這幾個有沒有 這樣就完成了 把它 自動調整欄寬一下 那特別號加 6個號碼 這個範圍 就是 我們所有大樂透的號碼 如果有的話就很簡單的 我就可以 出現1的 那就1到49號 一樣 就是類似像這樣統計分析 所以也許可以拿這個 把它複製過來 這個的話就可以了 因為 大樂透 多了 7個號碼 所以你這邊可能要往下再拉一下 到49號 然後 統計 這個就不要了 100 100 機率 就是全部的機率 全部的機率的話 合計也不用 因為其實不用加 排名可能就是再算一下 機率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把這個範圍 把它變成叫大樂透 大樂透 一樣的方法 用conif 這個範圍 這個就是我大樂透的所有的 然後呢 我可以把這個名稱 有沒有 幫我conif 這個 F3 這邊就有大樂透 大樂透裡面呢 找一下1號出現的機率 然後 再除以什麼呢 除以大樂透 全部的號碼數量 打個勾 就出現了 然後向下填滿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有沒有 再往下 到這裡 好那哪一個機率最高 當然就是 排名部分的話呢 當然就是 他這個 跟全部 全部的話呢 應該是 這個範圍 從這邊 Ctrl-Shift向下 然後 這個應該也是要把他鎖起來 鎖他的列 OK 這個範圍裡面呢 那排名就算出來了 那一樣 這底下 OK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哪個機率最高 有沒有 41號 那就可以很快 就把那個名次 所以後面的部分 排前七名 也是一樣 可以把號碼 馬上就列出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那剛剛的重點 我再把那個 講一下 第一個 就是 寫個回圈 然後 判斷一下 他是不是第一次 OK 這個 把資料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後面的話 我是先按照特別號排序 那把多餘的那個列刪掉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後面先還給各位